美国对中国大陆祭出了晶片的禁令 即将要满一年 而路透社人士呢 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美国最快在10月初 就会进一步的收紧管制措施 而且是已经提前的告知中国大陆 美商商业部在去年的10月7号 就开始限制了AI晶片跟半导体生产的设施 出口到中国大陆 而一位呢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说 美方预计在一年期限建满之际 要进行规则的更新 将会进一步的收紧管制的措施 目的是在防堵先前禁令的漏洞 而美方早在几个星期之前 就已经通知了中国大陆 但是官员拒绝透露详细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到这场手机大战 华为呢之前推出了5G的旗舰手机 Mate60系列 搭载的处理器呢 是由中芯7奈米代工生产 根据了外媒的报道 随着现在最新的晶片推出 好算一算大陆最多只有落后4年的时间 好但是美国出口管制的目标是多久呢 是想要让中国大陆在晶片的竞赛当中 落后长达10年的时间 但是看起来这个时间呢是已经缩短了 好另外呢还有现在iPhone呢15出来之后呢 出现了一些状况 iPhone15 Pro系列新机出现了容易过热的问题 好大家就说那是不是你手机有问题呢 是手机的台积电3奈米问题吗 好但是呢苹果官方在上个礼拜呢 就发了声明说主要是什么呢 是iOS17系统的漏洞 还有呢跟App所交互作用之下 那么所产生的 好所以呢有一些这个业内人士就说了 其实呢罪魁祸首恐怕是什么呢 就是呢规格升级的低润所造成的运行庞大的一个负担 好但是这样子看起来 是不是洗刷了台积电3奈米的冤屈呢 还有人说这是呢还没为了三星在攻击台积电 好但我们看到有分析师呢就说了 如果没有办法妥善解决过热的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会不利于Po系列的出货量 好不过回过头来看看 另外呢华为手机最新款的Mac 60 Pro呢刚推出之后就受到两岸网友高度的关注 为什么呢看到华为有很多的黑科技 黑的新技术像是什么呢 有民众呢在使用手机付费的时候 他不需要点开支付码 只要把这个手机的荧幕解锁 然后呢直接就可以让电源来扫码了 所以有些电源拿到这个新的手机要 这个有人要来扫码的时候 他还说你点开App啊点开啊 就说不用点开直接就可以扫了 好那么中国用户呢也发现说 那为什么苹果5G的手机信号是不是有造假的情况呢 好我们就来告诉你为什么了 因为呢大陆有一个通讯专家在微博发文 他就说了这个iPhone的5G讯号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他搭了北京地铁10号线的时候 就看到隔壁有个年轻人使用了i14手机 显示着5G的讯号 但是他自己的华为Mate 40手机显示是4G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北京地铁10号线 并没有部署5G的讯号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好我们就来看到专家怎么解释 资深前外交关界文集 在辣晚报节目当中就说了 没有5G但是显示了有5G的讯号 这是手机本身有问题 应该要自行判断服务讯号的规格 不能是靠营运商所提供的讯号 你明明是不是有5G 你冒出来了5G的讯号 结果你怪说是因为那个基地才发出来 这是5G讯号 其实这个我觉得手机还本身要负责 你手机应该自动侦测出来 它是4G还是5G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说我现在是5G 你就告诉你的使用者现在是5G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明明那条线上只有4G 对不对 那你那个我们那个华为的5G手机 它也显示是4G 对我们把那个图调书给大家看一下 来导播就是现在的那个图调书看一下 有没有这是这是那个专家在搭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就瞄到旁边的人在用 他用的是iPhone14 跳出来有没有5G 但两根同一班列车就在旁边 他用的是华为40 上面就写的是4G 有没有同样坐在旁边 一个5G 一个4G 所以显示苹果自带5G 对所以苹果事实上 他不能够这样 他应该要诚实的告诉 他这个现在是4G还是5G 这是应该手机来判断 而不是基地牌 那个营运商告诉他什么 他就在什么 因为这为消费者的直观感受 一定是相信上面显示什么 我的讯号就是什么 所以他说明明是5G 照理说很多视频都可以打开 但他实测是打不开的 所以他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内耗 所以他才会去反推 才会发现 其实这条北京地铁10号线 是根本没有5G覆盖 是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是那个手机的问题 手机应该要如实的告诉使用者 说你现在我给你的4G服务 还是5G服务 那这个给予4G服务还是5G服务 应该手机自行判断 手机不能说 那个营运商告诉我 现在是5G不能怪我 对不起你手机要能判断 事实还是真的还是错 那你不能说别人告诉 那我告诉你6G 你就显6G嘛 对 就没有到你本 手机不能只是一个什么 一个他本身没有判断能力的 而且说实话应该本身 他在使用什么系统的时候 应该用证券的讯息 告诉使用者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硬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